嗨,大家好,我是歐瑪 最近呢,因为疫情的关系 很多商场真的经营得非常辛苦 而且有的甚至面临就是倒闭的危机 但对于很多空间经营业者来说 可能是一个很好危机入室的时机 在英国呢,今年开幕了一个大型的娱乐空间叫Gravity 在当地造成很大的回响 那我们今天就来看看这个Gravity到底有怎么样的魅力 可以在这样疫情的当地还是很受到欢迎 Zerbanhams是英国知名的百货公司 在英国本土以及爱尔兰丹麦开设了大量的直营店 截至2020年有128间商店 然后受到疫情的影响呢 在2020年震诞节后关闭所有英国的门市 让1.2万的员工面临失业危机 也结束了他242年的营业历史 那Gravity经营团队与房地产公司合资 将其中一间伦敦的Devihans百货 改造成8万平方英尺的零售娱乐中心Gravity 这座四层楼高的综合大楼 提供各种结合高科技的娱乐体验 一龙将帮跨酒吧和餐厅 以及电动卡丁车赛道 夹层楼将设有高空绳索攀岩 保龄球 篮球 游泳池 室内高尔夫球和飞镖以及餐厅等 其中他们最大的亮点应该就是电动卡丁车体验 光赛道就有14个围绕在三层楼 声光加上高科技的设计 把游戏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 在卡丁车的呼啸声 及音乐的轰鸣声中 可以在运动酒吧里面观看比赛 或者是纽约阁楼风格的鸡尾酒吧里放松一下 无论是家庭或者是朋友聚会 Gravity都为每个消费者提供充满冒险 跟惊喜的体验 Gravity是2014年起家 现在已经发展成拥有11个英国分店 计划在2022年把业务拓展到欧洲 中东和亚洲100多个地点 他们相信这样的概念会成为 商店街跟购物中心的未来 其实未来商场呢 一直是最近非常热议的话题 因为呢大家可以发现说如果今天因为疫情都待在家里 我的吃饭跟消费都在线上就可以解决 那我有什么就是一定得要出门的理由 也因此呢像吃饭这件事情 我今天在家里跟去一个装潢很美很棒 然后整个氛围很好的餐厅享受 那就是完全不一样的体验 那大家通常也会为了可以愿意为这样的体验去消费或者是花钱 也因此呢接下来呢体验经济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那现在不同的商场呢也为了这件事情一直在想过头 就是到底要做出怎么样的一个新的体验呢 大家可以更吸引消费者来到这边 那如果对体验经济这件事情很有想法 然后或者是想要多多参与讨论的话呢 欢迎呢就是来加入我们的粉丝堂 或者在下面留言 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了 然后我们下次见拜拜 我们这是一个介绍风格地产的频道 如果喜欢相关资讯的你 欢迎赶快帮我们按订阅还有开启小铃铛 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将最Stylish的资讯 第一时间分享给你哦